一二三 因为我们的伞哪怕是插到你一点就破的了 所以危险的危险在这个世界 还有这个伞必须去打脸脖子很容易受伤 那这个距离我们要掌控的 演员也要知道怎么样大家不会受伤 一二三 一二三 那个刀是这样子 就是你掂点以后觉得一般沉 但是你只要打上几招以后你觉得 哇好沉啊 这儿挥起来真的会因为势大力选 会带动你的身体所以你会很累对吧 一二三 那个镜头其实拍得挺吓人的 那个伞就是离我脸离得真的很近 我就看到一个人 那个伞上面会有水 会撒到你的眼睛里面 然后你就看到一团不知道什么 然后你还控制住自己的表情不能眨眼 其实挺痛苦的 这点可以用 这点可以用 那这个其实也可以 可以 拍这八百格的时候确实有点压力 因为只有两把伞 要用真实的力量 真刀做真伞 第一条的时候呢 刀砍在伞上的力量没有那么大 拍第二条的时候去感悟那节奏 听到刀砍在伞上咔嚓那声的时候 顺着那个轨迹去甩 然后回放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条应该过了 我收服荆州 离不开三个人 雄子 荆州乃佩国疆土 主公 你有没有把握胜过杨仓手里头 还有一个就是你 只需七日连雨 水慢则胜 三合肃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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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过是她的影子吧 没有人会在意妖娜的死活 我在意 二人一人的男人 和她的妖娜 杀了她 我要让你活着回家 持续 corner 杰桢 increased 手杀 无人会跟她牛肉 男人不到底是���ün 好 架 你又祸 那什么是真的 你说什么是真的 心有杂念